暑假去哪裡玩呢? 高雄愛河灣舉辦海洋派對 邀請大家一起來玩水 今年推出了七大慶良活動 晚間還有水幕投影秀 充滿了高雄海洋元素 非常的特別 而週六還舉辦開幕式 邀請到法國專業團隊 帶來了水上飛板秀 前空翻再接著側翻 動作流暢一氣呵成 特技演員化身鋼鐵人 架著水上飛板 甚至還自帶煙火特效 緊接著出動燃燒棒 紅色火光照亮夜空 看起來充滿力量感 來自法國的團隊 帶來難得一見的水上飛板 Flyboard Show 搭配七彩燈光 水幕投影充滿高雄海洋元素 超過20分鐘的視覺饗宴 就在高雄的海洋派對上登場 市長陳其邁在愛河畔親自節目 希望說大家合家一起來 那今年有非常多不一樣的特色 我們的所謂水上鋼鐵人 這個是從國際的這些好手 第一次來到我們台灣 就選擇在我們高雄 不只晚上的秀超震撼 白天更有七大慶涼活動 還有水花樂園 遊艇搭乘體驗等 為期九天的海洋派對 在暑假壓軸登場 邀請民眾一同到港都清涼一下 這庄祈願高雄報導 一乎到港都 等到港都清涼一下 最終 będzie 在明天的海洋派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